亲爱的观众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现场时间中到十二点十三分中午的十二点十三分 你所收听的是快乐电台FMQ七点五,是闻三小安赖,我是你的好朋友杨洁的观众北伴大家 在今天今天的节目,杨洁要跟大家聊聊跟我们的教育有关的相关的议题 那么透过我们的忙碌,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记忆哦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有用手机,有使用网路FB的话 有请大家在网路的FB上面搜寻快乐联播网 并按下赞,你就可以随时的看到我们的网路节目资讯 好,我们今天先来介绍我们很活泼的特别来宾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和朋友高雄市立空中大学 我们的大传系的系主任 以及也是副教授我们的陈欣欣博士 哈喽,主任你好 你好,阿姐你好 那么我们快乐公布电台,收回和朋友 大家好,我是陈欣欣,老师 陈老师,我们听众朋友没有看法的哦 我觉得应该听声音还没有发现出来 透过我们的网路看会发现说 诶,怎么我们的陈老师是一个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刚跟我们的陈老师才刚刚就很高兴耶 就是老师本身,他自己本身,你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故事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也许跟杨姐刚刚问老师的一个问题是 应该是很想问,如果透过脸书看到老师今天得利盈的话 不单身面目,一定会发现说老师,您教大传 又是一个出家师傅 什么样的姻缘 是不是这个部分先跟大家讲一下 先讲一下 可以 不是要高声宣导吗 好,那么这个 是 甘丹共 甘丹共 甘丹共就是一种命定的随缘 随缘 我本来就是五年前 想要剃光头 节能减碳 结果后来呢 我的心爱的小猫小狗就意外死亡 我就顿悟 你知道聪明的人都会顿悟,你知道吗 顿悟,人生无常 所以就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学佛所学行佛所行 来做一个极简的生活的实践 就这么简单 所以就写甘丹鲜娃了 对,甘丹的鲜娃 是 不过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聊 就是我们空大 对,实力空大 当然空大里面的课想很多元 那老师您是大传系的系主任 是的 那空大是不是请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目前在学校的系所的部分 系所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有很多的系所 比方说法律政治系 法律政治系 这个是很红的 因为一般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的话 心理会很着急 就干脆来讨法政系 因为一般我们的这种大学 这个法律系都有门槛 空大的法律系没有门槛 大家就来读了 所以很多的人来读法律系 这是我们空大最大系 然后就是工商管理系 工商 大家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 为了求这一种经济的发展 整整 工商管理系也非常受欢迎 然后我们就有文艺气质的文艺系 文化艺术系 文化艺术 它里面就有很多情 文化艺术 教歌剧 歌剧也很多 这就是可以让你 享受人生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 科技管理系 现在是科技的时代 所以有一些科技的管理 非常好 来当然就是我们大众 传播学系 因为现在是传播的时代 很多人也来 学传播相关 实用的 不管是纪录片的拍摄 还是像我们这个 Lario OK 广播的 还是最新的 我们说手机 拍摄短片 这个实用的课程 在我们高雄空大 都有 OK 所以其实杨姐 也是读大传系出身的 刚刚跟老师在聊 我也看了一下课表 跟以前我所念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 对 就是避开 比较让我们觉得 这个繁文入节很多的理论 是 避开 直接切入重点 直接切入 实用 practical 实用的课程 是 你会当 你会当做电视的节目 你会当拍纪录片 你会当做Lario的节目 你会当自己去画漫画 OK 图贴 是 图贴APP 所以都是非常实用的课程 而且 听众朋友 你想得到吗 南辰老师 他开的是偶像剧 你好像剧 我说哎哟老师 老师那追剧你知道吗 嘿嘿嘿 这个蓝色海洋的传说 李敏浩已经到哪里去了 这样子 哇老师说不定比我还厉害 太厉害 这追这个剧太强了 所以其实老师 在那么多的课程当中 我觉得说大传系是 您应该算是最熟悉 因为您是系主任 那我们先从大传系开始聊起好了 可以可以 大传系的老师 还有开的课程 你们大概是怎么样讨论出来的 一般的来讲的话呢 我们会就每一个老师的专长 那比方有老师他专长在这个 这个健康传播 我们就focus 让他来开健康传播 那比方说我们有的老师 他就是这种徐志摩斯大演的 OK 诗人 诗人 那我们就在写作上面 就他的专长来开 那另外一方面 我的部分的话 就比较属于心灵成长 或者是电视节目制作这个区块 因为我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工作过 那我们会就老师的专长 以及市场上 现在的流行趋势是什么 来开课 那比方说现在的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 微电影很流行 那我们就请最棒的导演 来教微电影的制作 比方说现在对于纪录片 我们学生有渴求 想要去学 那我们就找这个 五米六的导演 来教这个这个 纪录片的欣赏跟制作 是 就是从这个教师的专长 还有市场的流行趋势 OK 来做 来做一个讨论之后 然后定下课程 OK 我觉得有好多的课程是 杨洁非常有兴趣的 基本上 说实在 我们听众朋友 都听说法律系 法律系 我就觉得说 好生硬哦 可能要叫我背名法 刑法 还有 里里口口法条 可能我要倒背如流 可是我看一下 你们的法律系的 法政系 的课程都是 我觉得很有兴趣的 对 实用 很实用的 很实用的耶 像讲智慧财产啊 现在是有的时候 不小心我们可能就会触犯到这个法律 对 所以说 我们 我们经常会找一些这个 法官 律师 庭长 然后呢 就课程里面 比方说民事 诉讼 食物 就实际的个案 民宿的 民宿的 还是兴趣的 兴趣的 还是车祸 鉴定 我们都找 业界的 这个 非常有经验的 所以像之前有一个洋法官 洋法官 他已经教了十几年了 结果同学居然上书给校长 绝对不能让这个洋法官理解 你知道吗 上书 然后这个法官当然他就是 那个洋法官啊 人就是正气凛然 然后又是很这个 很多的个案在他的手边 所以他上起课来啊 自己的生活经验 自己的这个工作经验 哇 学生非常喜欢上他的课 然后获益良多 是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说 学跟你实际上生活上遇到的 好像会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有的家庭会说 我们孩子去学 到底学什么 其实在生活当中 也许没有办法立竿见影的 让家长看到说 孩子到底学校学了什么东西 那不过我觉得空大的课程 我觉得好像每一个都可以 在生活上用到的 对 所以我们空大公 是叫做实用取向的幸福大学 幸福大学 所以我们每一科都希望都很实用 你应该得到 比如说你说什么 我们用大传系来说 记录片编导 记录片编导 就是说 你来俄界记录片编导 就让你 可以在你日常生活中 拍一些记录片 现在有一些 有没有 阿嬷过生气啦 小孩倒枝 是啊 有没有拍一下 真的 就是会有这样这样子的 或者是我们在 同学当中呢 有一些的 他比较有特殊生命经验的 他可能有罕见疾病 自己就拍纪录片 然后还去日本参展 这是我们的一个雪珍同学 他的一个罕见疾病 他自己拍自己 自己拍自己 自己当导演 然后老师带着他的作品 去日本参展 这就是很实用的 那么还有一些 就是比方说我们说 漫画涂贴APP 我们现在手机用LINE 涂贴 你可以用个人的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说 我要用我个人的 这样子涂贴的制作 是 所以这些就是 很有这种 实用价值的课程 来你不会觉得说 这个 学了没有 理论太多了 没有 偶像剧 那就直接来看偶像剧 看得很高兴 如何追剧 OK 偶像剧里面 有什么样的媒体的讯息 OK 媒体试读也很重要啊 偶像剧里面 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啊 是 是不是只有俊男跟美女才能谈恋爱 也不一定啊 那80岁的阿哥也恋爱的很轰轰烈烈烈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教很多性别的意识 性别意识 就从里面就可以教到出来 所以其实 从一个生活上看到的一个事件 或者是一个剧 对 一个新闻 其实它都有它的一个 可以教授讯息的部分 讯息在里面可以解读 比方说我们看电视新闻的时候 有很多犯罪的新闻 犯罪新闻 可是我们会了解到 真实的日常生活 并没有那么多 那你就不要过度的 好像恐惧 觉得那些社会 社会是黑暗的 OK 其实也不见得是这样 也不见得 就像我们杨洁刚刚讲的 我们在节目当中 要做传递一些正向的能量 那当然 就让我们了解到说 电视新闻 它的负面的犯罪的新闻 是一小部分 让我们要警觉注意安全 那事实上 在我们这个台湾的这种治安 移居城市 台湾都是前几名的 所以还是可以很安心的 不要惊心 不要惊慌 恐慌不要太多 对 像网路上 电视上 新闻常常看到 比如说 他们有些会加后制 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他可能就加一些 惊悚的音乐 就会让我们民众觉得说 很害怕 那也会对自己的生活周遭 觉得说 好像危机四伏 没有安全感 诈骗集团太多了 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讯息 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讯息 提醒自己 可是自己不要深陷在 这个恐怖当中 对对对 没有错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所以其实这个在大传心里面 也是有这个部分的 对 它就是属于媒体的试读 解读媒体 当我们懂得解读媒体之后 不会被里面的过度黑暗 是 所这个这个这个 惊吓到 是 也不会被媒体里面过度消费的 这种消费行为所渲染了 就觉得我也要去过度消费 是 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可以enjoy enjoy新闻 enjoy偶像去 但是不会被它的这种价值观 给影响 给影响 文艺戏 文艺戏这一看就是 非常有气质的 很浪漫 很浪漫的 那到文艺戏来 所以其实文艺戏这个部分 有点像是 它里面有美术的 有音乐的 是 有赏息的 对 那你买好玩 也没关系 有时候是一种欣赏 也是有 对 像什么古典钢琴欣赏 去那边坐着 然后我们有很棒的那种音乐教室 你知道吗 那个放音乐出来 放钢琴演奏 那种歌剧 然后呢 这个 还有油画 你可以去画画 可以画画 学学油画 学学书法 就是一种陶野心性的 那我们的这个文化艺术系的系主任 李友黄教授 他像诗人一样 我常常说 请问您是徐志摩吗 他就笑了 他就是很会写诗 然后在写作的创作上 非常有自己的一种 这种个人的style 然后呢 经常会带着文艺系的同学 去做乡野的考察 做文化艺术的一种 一种 之旅就对了 我觉得很棒 去读文艺系 你就会觉得变成 好像浪漫的诗人 跟教授是浪漫的诗人 然后让你的生活 就很relax 很有质感 很有质感 对 所以文艺系 一定要去读一下 对 OK 好 因为有民间艺术 台湾民间艺术 我觉得这个 我看了就蛮喜欢的 因为台湾文化 是很特殊的 是啊 而且有台湾自己的奉价 对 像这个民间艺术 当然他教很多的这种 有关音乐啦 戏剧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大传系 有明华园里面的这种 重要的角色 是 老师级的 来读我们大传系 是 明华园里面的 这个天团里面的这个 陈昭景老师 哦 昭景老师 哦 昭景老师哦 哎呀 来我们大传系 你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啊 我怎么办啊 昭景老师 你怎么看今天的防弹 你怎么听到啊 他来读我们大传系 超用心的 他就觉得说 他在这个地方的这种艺术的 已经有一个领域了 已经有一个这个 江湖地位了 但是他还要更了解 更多新的 传播的科技 传播的趋势 所以他就来读得很高兴 哇 昭景老师杨洁认识她 她是一个很上进 而且一直不断在学习的 对 所以你看她就来读 我们大众传播学习 哇 陶冶性情 而且增加知识 对 不断的 那其实杨洁看一下 还有工商 工商 台北文的民众 感觉工商好像 跟企业比较有关系 那这个部分 老师你要不要说一下 可是我看一下 好像也蛮实用的啊 蛮实用的 里面还有教大家 怎么做咖啡 对 我跟你讲 民宿经营 真的找民宿的主人 来教你民宿经营 然后带你去住民宿 大家最高兴 最高兴 我这个饮料调制食物 哇 这个现在的这种 你知道现在饮料调制啊 像咖啡 走精品路线 什么叫做异季咖啡 咖啡豆如何挑选 然后这个 这个课程叫做 钟福彭老师啊 OK 叫做妙杀 妙杀 咖啡豆没有了 那马上上文就点选就没了 叫做妙杀 因为他名额有限 是 那钟福彭老师事实上是我们大传系的 不是不是 是我们空大的 杰出的校友 哦 毕业之后 在这一个方面 他又展现他的专场 是 所以这个工商系的系主人就把他邀请回来 OK 开这个他的专场饮料调制 结果大受欢迎 大受欢迎 不是只有在工商系开 OK 那我自己跟教育部有合作一个热令大学 那也有开这个饮料调制的课程 非常受欢迎 因为他里面有一些养生的饮料啦 是是是 调酒啦 OK 然后最新的流行的趋势这种咖啡 精品咖啡的调制 是 都非常受欢迎 因为实用嘛 而且 实用嘛 我杨姐看前阵子我朋友的那个FB了 是 一杯咖啡可能 你外面买可能三四十块 是 可是你知道吗 他上面画了一个熊熊 就贵了八块又舍不得喝 对 真的 那种拉花的技巧 对不对 拉花 美瓜又增加价值 对 那我刚刚讲的那种艺剂咖啡 你知道吗 精品咖啡 一杯多少口 多少钱 可能 可能两三八吧 五八 五八 然后那同学就自己买咖啡 来研磨 调制 一杯五百的就自己喝得很高兴 是 对 那种艺剂是现在那种精品 精品咖啡的这种流行的顶级 叫做艺剂 它是巴拉玛的这种 这种咖啡品种 所以同学在这里就是学得很高兴 然后又了解这个世界咖啡的这种趋势 历史 然后自己又可以享受那种所谓顶级的咖啡 这样就很好 是 好 时间关系 我们先去的观节 等一下还有很多课程 要跟大家介绍就好 都会马上回来 十二年国教新课纲将在一百零八学年度开始实施 你知道有哪些改变吗 有哪些因应的配套措施 有哪些学校的实行经验呢 为了满足大众对新课纲知的需要 教育部课程协作中心 每个月十号发行电子报 传递新课纲相关资讯 掌握新课纲最新讯息 快上网搜寻 教育部课程协作电子报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天气滑 我们在吃什么 胃口又不好 今年的人绝对胃口不好啦 这都吃不下去 所以大众特别经历 我给你推荐 我们有经历严 经历认证的台湾河河 大众常常在補充吃台湾河河 我们台湾河河不但里面有胶质 有蛋白质 这个暖天你能够清沉一下 什么电锅都不可以啦 它都给你配好啊 你水放下去而已 你电锅吃一下 你就可以吃 还不用加什么东西都不用 很方便的 老夫老车 担心的中备 家的孩子没在照顾 你自己倒在电锅里面吃一下 你就可以吃到清沉的这个台湾河河 大众一再给你補充 那台湾河河河最后補啦 外天叫做裸補啦 所以你经历认证的厂 家里我需要要叫帮妈爸 Hall 我可以吃到家里面 台湾河河赉 德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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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高雄空大是一种教育部特别为了终身学习 这是时代的趋势 我们说Lifelong Learning 真的是活到老 学到老 然后这个是学分累积制的 所以不管你要讨几年都没关系 你可以三年半把它读完 你也可以读十年都不毕业 然后你就那么六大学系 你每个学系去走走看看 喜欢外文的去学一下日文 学一下英文 喜欢咖啡调制的 去学个咖啡 对这个法律问题 有疑问去学个法律 对这个纪录片有兴趣 来大传系走走看看 学个纪录片 所以你心情郁闷 想要听听古典音乐 就去文化艺术系 所以各个学习的课程 你都可以去涉略 去选修 然后你可以找到一个 你觉得说 看来看去 还是感觉大众传播学习的课典 我比较教育 你就选主修大传系 因为中生学习 有的人是说 我一定要有这张 公立大学的文凭 那我们公立大学的文凭 是教育部颁发的 是专税改国际认证的 所以有了这张文凭 你可以在台湾读研究所 可以到世界各地读研究所 都没有问题 或者有一些人觉得说 我读书是为了 Enjoy life 享受人生 那你就一直读下去 OK 我们真的还有同学 在空大读了一二十年 我们有毕业 因为他就喜欢 就喜欢 因为空大有 这个教育部的课程 那么我们有 乐林大学 又有这个推广教育 课程是要选的话 那是每一个学期 大概都两三百个课程 以上 都可以学 都很差别 因为刚刚其实我还看到 有科管 还有外文 对 那像科管的部分 要教大家 怎么做一些 这个跟科技也是有些关系 跟投资有一些关系 对 你看资本的投资 老师教你资本如何投资 如何分配 股票的购买 资金 基金的购买 然后现在什么电子商务 在电子商务的领域里面 有哪一些 太行了 对 怎么样 赚钱 怎么样赚钱 怎么样网拍 怎么样网路购物 现在是很康的 时代的趋势 电子的这种钱包 怎么使用 是是是 那你看这个创新管理 OK 现在的时代就是要创新 创新是我们说 这个 突破这一种一成不变 是 所以不管是在这种 这种商业的领域里面 品牌管理上面 都需要创新 OK 这很棒 很棒 科技概论 我们这个蔡真坤老师的外号叫什么 你知道吗 叫什么 叫做私奶杀手 私奶杀手 对 就是大家有时候上了年纪 OK 电脑比较不行 那他就一个一个的 让你这个电脑都很会使用 让你这个电脑的运用 不管是这个PowerPoint 不管是网路的连结 不管是各种影音的剪接 那蔡真坤老师的这种课程 就是让我们的 欧巴桑 都可以很会使用电脑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学他的课 太棒了 也是秒杀 也是秒杀 像外文的话 又有分英文组跟日文组 其实今天我们透过我们的网路直播 我们等一下看到老师 可是其实还有一个大姐 大姐大姐 学姐 学姐在旁边 她学日文 学到自己可以去日本去课了 自己可以去日本去课了 然后日文的简定到了一个下下教 level以上 然后每一年都说老师 我要来北海道游学 我要去日本就一间大学 要来游学 是 是 大家早呢 同学大概两三两就去了 就好像是今年还要去大阪 是 就是很厉害 OK 然后他们这种 因为语言能力强 你在游学的过程当中呢 你就可以自己找 自己想要住的这种 有 民宿 有特殊的民宿 饭店 然后又省钱 又好玩 然后他们有铁道之旅 他们都知道怎么样买 那个所谓的省钱的套票 然后就到处去走 玩的 樱花祭的时候 看很多樱花 是 然后赏风祭的时候 就去赏风 OK 然后日本又有很多那种古迹 庙宇 是 每天都快乐的不得了 而且 根本又不用跟团赶时间 对 自己乐活的去自助 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那一个特色 是 然后三五好友去日本做自助旅行 那真的是很棒 快乐不得了 对 然后我们的外文系 也有很多这种 这种外国籍的 OK 外国籍的老师 日语的这部分 也有日语的老师 所以我们就跟这个 学这种所谓的 外国语言跟这种 有母语就是外国语的 mother tongue的 是 哦 那学起来那个 英语下下叫 日语也是 啦啦叫 厉害的 也有英文班 对 要学英语学 学习都可以 是 是 是 所以就很实用 OK 而且还教你怎么唱歌 哇 歌唱歌 唱歌学英文 唱歌学日文 这都很棒 然后我们去年 好像还办了一个 日语的这个歌唱比赛 他们就把传统的 那一个和服穿出来 校长还跟他们一起 大合照 那真的是 蛮有那种日文的那种 风情跟文化 好像在那个大学校园 有没有那种 樱花妹的 对 对 只是那樱花妹 比较年长一点 对 OK 其实还有通识课 其实通识课还有推广教育 其实都很多课程 是啊 你看看生活 在生活当中如何防灾 然后领导学 然后教你怎么样做这个 这个茶叶的文化跟历史 我们现在我们不是只有咖啡而已 我们的T T culture 泡了人家 其实很有文化 没泡得好喝 对 他的文化 没准无出来 对 要不要判断这个茶的好坏 OK 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太多 很多 其实非常非常多了 还有跟我们 其实在通识里面就有好多 包含了有全球化的 对 还有宗教与人生 比较生活产的 对 还有一些法律的部分 像一些法律 像有什么票据法 刑事的 刑法的 像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 你刚才有一些总控 你要怎么排解 比如说交通事故 对 就像有时候我们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 他就有交通事故鉴定的课程 那另外我们也有同学在这个打官司 打了很多年就觉得快要不行的时候 赶快来读空大 结果呢 帮他翻案 翻案 翻案 就是把他的这个案子从本来比较负面的变成就是 利于他 利于他 所以自己就帮自己做辩护 是 所以这个是还上了这个 好像公共电视都有来采访他 所以这是很厉害的 然后你看 亚洲新视野 现在是我们新的这种政府南京 亚洲的新视野要怎么样看亚洲 然后呢我们的观光旅游食物 你观光旅游有哪一些的这个 必须要去了解的啦 有关于这种护照啦 或者是各国不同的风情啦 太重要了 对 老师有一些还甚至透过网路可以授课 大部分都是网路授课 大部分都是网路授课 空大是一个远距教学的这个学校 所以我们的课程啊 洋洋洒洒那么多啊 对 我们还有越南班 还有越南班 对 就是说你在网路上就可以来上课 是 那网路上课的话 一个月回来学校一次 OK 因为我们的学生群组很多 有这个军人 有警务人员 OK 那么有上班族 有家庭主妇 有学生刚从高中毕业的 所以它Range很宽了 是 那我们就最好的部分就是时间上很有弹性 嗯哼 那你不用每一天准备 要赶紧要去上班 是 一个月一次 那你平常上课呢 我们现在都手机 嗯哼 手机拿起来手机上课 网路上课 网路上课 对 这是一个最 嗯哼 省时间 是 最方便 最经济的 OK 在全国的公立大学当中 KONDA是最经济的 熊盖学费最平价的 嗯哼 然后我们的这个课程品质是最棒的 是是是 然后透过网路上课 OK 那老师 嗯 很多的听众听今天的节目 就学妹来看 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完全 Open 我们就叫Open University 就是一个开放的大学 OK 这是我们国家教育部 特别为了终身学习 所以开放 他只要你18岁以上 嗯哼 就没有上线了 18岁以上没上线 18岁以上之后 之后就没上线了 有下线 哦 18岁以上 然后只要你想来读 你说老师 不好意思 我小学的时候 打到国小而已 打到国中而已 还不能来讨大学 可以来 哦还是可以 没有限制 嗯哼 18岁以上 不管你任何学历 来空大 嗯哼 你去网路报名 OK 你就是空大的学生了 哦 或者你觉得网路报名 你不方便 是 你就来我们高雄空大 在机场 小港机场 正对面 是是是 然后我们就会 帮你报名 OK 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是是是 那你来 就马上就是大学生了 OK 你不管你之前的 学历 文明是什么 对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 他是这个 中生学习 他可能大学毕业 是 硕士毕业 博士毕业 他也想来学 也有 都有 再回来 OK 没有限制 是 好 OK 是不是请老师 最后30秒的时间 让您做最后补充跟呼吁呢 好 感谢杨姐 是是是 那么高雄空大 是一个实用取向的幸福大学 是 也就是说来这特色 都很好用 那这边的同学呢 很多元是一个友善学习的校园 所以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是 你如果是有时间 就来我们公众大学 走走 随时 现在是报名的期间 9月18号以前 在网络上报名 来学校报名都可以 9月18号以后 你说老师 只能报名 一样 可以 洽询一下 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 都很友善 热心 马上帮你手机点一点 你就变成 大学生了 教育部承认的 公立大学的大学生 是是是 欢迎加入我们 幸福终身学习的行列 OK好 我们今天很开心 可以邀请到我们的 高雄市立空中大学 我们的大传系主任 陈欣欣博士 来到杨洁节节目 跟大家分享 那么棒的资讯哦 感谢您老师 感恩您 谢谢杨洁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 我是杨洁 就大家有一个美货 我们下回见哦 拜拜 拜拜